大家好 今天想說的題目就是輻射 每個人在家抗疫 整個屋都是電磁波輻射 大家知不知 這個輻射問題很多人都忽略了 但嚴重影響我們健康 因為我日常處理的客戶 有很多都是受電磁波輻射影響 引致各類不同的症狀 輕微的就是神經系統受損 重的甚至到腦退化 甚至有些再嚴重的 細胞功能有問題 導致腫瘤 這些我就要早些教大家預防 大家有沒有想過 其實如果在家抗疫 我假設一個簡單家庭 爸爸媽媽兩個都要在家做事 在家開會 工作從家 兩個小朋友都要在家上課上學做功課 然後一個姐姐 她在家也是一起住的 那五個人其實產生一個什麼電磁波輻射呢 和你計算數 一人一個手機就不掉了 一人一部電腦就不掉了 然後還有Wi-Fi router 我們家裡隨時有兩個 有些死角位收不到 那就變成兩個Wi-Fi router 然後有幾隻手錶 那些都是藍牙手錶 我們現在除了電話之外 每人都可能有一雙藍牙耳機 你數一數其實有幾十個發射器 因為藍牙耳機就有兩個發射器 因為它不斷跟電話溝通著 那你五個人 每人有 假設六個這些發射器 那就五、六中三十了 那這個是一個 非常嚴重的電磁波輻射網 還有一件事大家可能不知道的 你隔壁屋 黏著你睡覺的那間房間 或者一個廳 其實人家的Wi-Fi router 放在哪裏呢 因為它可以穿牆的 那現在香港的屋子這麼密 樓上樓下 左屋右屋夾住 對面屋 其實那個電磁波的量是很驚人的 再加上 如果你是住在頂樓 那個發射天線 你見到很多的白色的長方形的盒 其實是電話公司 即是那些手機的電話的訊號供應商 那些天線的功率很大 我曾經有一些客人 他因為長期在頂樓工作 而導致腫瘤 還有一些腦退化 即是叫做老人癡呆 這些是怎樣來的呢 以下的連結給大家 按進去看 就是很多研究顯示 都是一些著名的大學和科學家 他們的研究發現 電磁波對身體有很大影響 包括細胞蓋化 甚至簡單一點 你脫頭髮也是有關的 因為毛狼蓋化 那些蓋離子衝進去 令到毛狼蓋化了 都會引致你的頭髮很容易脫掉 這些全部都是我們日常遇到的 我不如跟大家做一個簡單測試 讓你們真真正正地去明白 電磁波對你即時的影響 我們現在做一個肌力測試 用你的肌肉的反應 讓你知道你的手機 其實在做甚麼 怎樣塞到你的經絡 以下一個簡單示範 現在用肌力測試 去測試你的電磁波對你身體的影響 我們用一個很簡單的測試 先將一個人遞出一隻右手 通常右手的原因 如果是右腰右手會比較好力 然後用你自己的手 在手腕固定的位置壓下去 那對方要用盡力去頂 那你可以感受到他的肌肉力量有多少 1 2 3 我剛才按的時候 就會令他壓低 因為他不夠我的大力 但既然是這樣 我就用轉做兩隻或三隻手指去按 用盡力1 2 3 去到一個跟我對等到 可以令我壓低他的程度 我就知道他的肌肉去到甚麼力量 如果是女士 可能你用一隻手指或兩隻手指 甚至一隻手指尾 似乎那個人有多小力 然後就用一個普通的手指 將他用左手固定在單填位置 單填就是我們的氣海穴 就是任脈裏面一個很重要的位置 亦都是氣的收納一個很重要的地方 所以叫氣海 氣的海洋的意思 然後我用剛才的三個手指去按 試試分別 1 2 3 用盡力去頂 1 2 3 明顯是勢力了很多 然後呢 只要將一個 The Shield 或The Shield Pro 這張卡 放在一起 如果是有電話套的 就在電話套裏面 沒有就這樣貼著 這個The Shield 或The Shield Pro 這兩個不同的產品 其實裏面都是有一個線路板裏面 這個線路板裏面 就會驅動著一個PVA的線路 就是質子震動有最長的發生器 它本身就會利用電話 產生出來的電磁波 大概是零點幾% 不影響你接收的 這個電磁波就會驅動 這個線路板裏面的線路 就產生質子震動有最長 而令到電磁波 是不傷害你身體 而且不會影響你經絡的流通 接著就在單填位置 Hold住 接著我再用相同的方法 對方用盡力我去按它 同一個位置 1 2 3 你要看得到 是一樣按下的 就算有了電話在這裏 要重複去驗證這件事 只需要將 Deshul Pro或Deshul 拿走 然後我就一樣按 位置一樣 力度一樣 你又用盡力跟我對抗 1 2 3 這樣就沒有力氣了 這是一個可以測試無限次 都有相同效果的 叫做Muscle Test 就知道電磁波對你經絡的影響 當你經絡受到電磁波的攻擊 是會阻塞的 由於經絡的阻塞 如果身體製造ATP分子 即是細胞能量分子 少了 你的力量就全身都會少了很多 引致到你的肌肉是無法發力的 不單是手 整身都是 ATP少了 你一樣會不夠力 大家可以回去試試 好